大家好,我是阿柴 关于用RankMath插件 有话文章标题和内容的教程 就介绍到这里 这个插件确实是一个好插件 它可以除了给文章打分 还至少能够替代四个SU插件 比如404监测和重定项 这两线功能我之前一直用的是一个小插件 重定项插件,是个免费的 现在可以被替代 还有站点地图,就是这个Sitemap 我以前也用一个插件,专门生成Sitemap 现在也不需要了 我之前还用过一个SEO的简单的TDK插件 它可以修改文章的标题描述和关键字 是一款国人开发的插件,也挺好用的 现在也被成功替代 这就替代了三个 我以前还用过一个nofollow插件 就是文章里的外部链接 自动给它加上一个nofollow 不把本站的权重传递给外部网站 现在它也被Rankmans插件成功替换 所以说这一个插件 可以成功替换四个小插件 其实还远不止这些 这个插件的核心功能就是我们这个教程所介绍的打分系统 有21个标准 如何修改文章让它适合SEO 另外这个插件的容量不到两兆 真是一个良心插件 关于这个插件各项的具体设置方法 不在现在这个教程的覆盖范围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教程的主要内容就是打分系统 如果才能得到高分 我已针对这21条逐个讲解 其实这里面很多都是送分题 只不过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 关于外贸SEO这个话题 还有很多内容可讲 等以后再单独开课 关于这个打分系统 这个插件的官方给了一个文档 在这个位置 这有一个链接 如何获得100分 这个文档是这个插件的官方文档 内容很多 页面很长 这21条标准在这都有详细介绍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后面我准备再做几个课诗 是录评课诗 主要是这篇文章的讲解 先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再自动语音朗读 我把这个朗读内容录制下来 分享给各位同学 作为这个课程的附加内容 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选购 谢谢收看 我是尔柴 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